我 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 很多次 我九死一生 现在 让我带你们 进入那些海人听闻的故事里 但咱得说啊 招魂里边那个娃娃叫什么来着 叫安娜贝尔 对 长得也太磕着了 自带下人属性 我当初看的时候心里就合计 谁有病啊 这东西 太猎奇了吧 但是我很好奇啊 得知那部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之后 往上网查去了一下 发现现实生活当中 还真有这个安娜贝尔闹鬼娃娃 真实长相其实并不吓人 挺大个脑袋 一张大胖脸 头发也不多 是短发 一对圆眼睛 中间有个三角鼻子 别说吓人了 不了解情况人看了之后 我估计还能觉得挺可爱的 结果就这么个可爱的娃娃 倒脸却成了祸爱了 相传那是上世纪 七十年代的时候 有个叫唐娜的小护士 她参加工作之后 从家里搬出去 跟一位好朋友一起住了去了 话说娜娜呀 大小有个娃娃 是她小时候家大人 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就这老些年来 是一直陪着她 每天睡觉 如果不抱着 根本就睡不着 而这会儿进入社会了 从家搬出来的 这娃娃自然而然 被她带到了公寓下 要说室友跟她关系不错 看着那娃娃 都有点喜掉色了 就劝她说你换一个呗 买个新的 抱着也舒服 娜娜不听 说这可是我老朋友 晚上没踏睡不着 哪能说换就换呢 结果正应了这句话 之后她想换 还真就换不了了 我曾经咱们节目当中提到过 说这酒瓣之物 它容易成精 咱别说国内国外不一样 作妖这档子事 可不分国籍 也不知道为啥 自从搬出来之后 娜娜这个娃娃 便开始有点不对劲了 话说有一次临睡的时候 娜娜发现 床上的娃娃不见了 哪有点找不着 于是她决定先洗澡去 洗完澡之后再继续找 可等洗完之后 回来一看 那娃娃就在枕头上趴着 人说是不是室友 恶作剧啊 不对 当时那室友回妈妈家住去了 整间公寓就娜娜一个人 不可能有人跟她恶作剧啊 尽管这件事有点奇怪 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 娜娜的重视 可是后来有这么几次 娜娜回到公寓 门一开 就看到那个娃娃 竟然在门口撂着呢 最要命的一次是 这门开的一瞬间 娜娜竟然看到那娃娃 一下子趴倒在地上了 那感觉就像是娃娃自己会动 看见人突然不动的样子 就这之后啊 这俩姑娘认识到 这事有点蹊跷了 于是找朋友脱关系 请来一位灵媒 想给看看事 这灵媒啊 又是掐绝 又是念咒 西方那边看事 我也不清楚 怎么个流程 总之一通忙活吧 灵媒说了 说这娃娃呀 不干净 娜娜质疑说 我三天两头就洗一次 怎么能说不干净呢 灵媒摆摆手说 不是那意思 我说的是啊 这娃娃被东西上了身了 之所以之前没有事 那是因为这间公寓死过人 是个姑娘叫安娜贝尔 就这安娜小姑娘 她的亡灵 附在了娃娃身上 这才搞出了一系列 奇怪的事情 那此言一出 是又挺害怕的 可不知道这娜娜 是哪根弦搭错了 竟然一时间爱心泛滥起来了 她开始可怜起 那个死去的小姑娘 她就说了 说安娜贝尔 可能只是需要关爱和陪伴嘛 于是从此之后 这娃娃就有了名字了 就叫安娜贝尔 可是后来的事充分说明 娜娜她很傻很天真 就这个喜欢搞事的娃娃 明显没那么消停 因为打这开始 娜娜跟她室友 总能在公寓里发现一些羊皮纸的变签 上面还写着字呢 写着救命 救救我 之类莫名其妙的话 可是要命的是 不管是娜娜还她室友 都没有羊皮纸啊 就这东西哪来的呀 谁都不清楚 后来这俩姑娘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请来神父来处理此事 神父一瞧也没着 又请来沃伦夫妇俩帮忙 没错就是那个招魂里边的男女主人公啊 沃伦夫妇 那是有真人原型 来了之后 发现这事挺蹊跷 不简单 娃娃放这将来必出大事啊 那秉着舍己为人的精神 沃伦夫妇俩决定将娃娃带回家去了 那正思维真的猛士 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 你家不敢放放我家去 可是就在回家的途中 开车的爱迪沃伦就那丈夫啊 就发现每次车辆转弯的时候啊 这刹车都不太灵 结果后来一个急转弯之时 刹车彻底射灵了 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 还好人没事 没受伤 而此时再看那娃娃 是一脸的幸灾乐祸 一脸的欠揍的表情 在那笑呢 沃伦夫妇俩立刻意识到 肯定是这个邪恶的娃娃在捣鬼 于是撒上盛水 结果这车子立刻恢复正常了 要说这娃娃带回家 沃伦两口子其实想研究一下 想把这事给摆平 也算是功德一见 可是自从这娃娃进了她家之后 是哪儿哪儿不得消停 这娃娃更欢事了 总能在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看着她 要说家里摆个塌 也不是长久之计 没办法 这娃娃后来被送到了 位于康乃迪克州的 沃伦神秘博物馆里了 而这个博物馆 那是相当的牛了 里边都是一些 作妖闹事的诡异玩意儿 而这娃娃送来之后 就被关在了一个玻璃展示柜里了 当地工作人员说了 说他们需要时不时 往这展示柜里放点糖果 就希望这娃娃能消停点 别闹 而在娃娃脚边 他们偶尔也会发现一些 被扒开的糖纸 那至于里边的糖果去哪儿了 没人知道 那这就是著名的安娜贝尔真实射箭 听完之后我就想问你 还买娃娃不 没事能自己溜达的那种 很可怕呀 但是对于小赵来说 曾几何时 那些玩具他想丢 他也丢不掉 你说小赵是谁 小赵是一位上班族 平时没事爱听咱们节目 那天发给我一个他的经历 他说了 说他有个业余爱好 就是喜欢摆弄那些手办 什么叫手办 这是业内行话 简单来说 就是卡通人物的模型 像什么高达呀 海贼呀 火影之类的 别看东西没多大 但是一点都不便宜 几百上千块 那很常见 到头来还是买不起 其实小赵从小就喜欢这些玩意儿 当时给我发来几张照片 展示了一下他的珍藏 说这些都是新的 以前老的都没了 为什么呢 归根到底 是因为之前他遇到过这么一件事 那回头想想 依然还心有余悸呢 或者当时小赵 在外边租房子住 每天下班之后 都会路过一家东漫店 里边是琳琅满目 各种漫画跟周边产品 都是他喜欢的东西 从第一次发现这家店铺开始 他几乎每天下班 都会进去逛一逛去 久而久之 跟这店老板也认识了 说心里话 能开这种店铺的人 基本上也都是动漫爱好主 毕竟你要是不懂的话 人家顾客一问三不知 这买卖也没法做 所以尽管这小赵 在那家店里 没买过什么东西 但是聊来聊去 跟老板聊的还挺投机的 就这样还成了朋友了 得知小赵是个手办迷 这老板还请他参观了自己的珍藏了 那好多卸量版 绝版的东西 看得小赵支流口水 渐渐的 因为老板路子野 渠道多 这小赵开始在老板家里 买那些手办了 因为这些东西价格挺透明的 谁都骗不了谁 而老板呢 也确实没赚他多少钱 毕竟他俩是知音的 慢慢的 这俩人关系是越来越好了 直到有一次 这小赵跟老板说了 说自己想收一款高达模型 他那么一说 发现了 这款模型 绝版好长时间了 就今时今日的价格 早已经比原来的价格翻上几番了 就这样 也没见到谁真心舍得卖的 因为都囤着呢 就这种货色 都知道以后价格会越来越高 谁要不是缺钱 谁舍得卖他呀 当然小赵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把自己想收购的想法 跟老板说了一下 让他以后帮自己多关注一下 多花点钱都没问题 自己就是喜欢 说心里话 对于这事 小赵也没抱多大希望 他知道 就是有卖的价钱也低不了 太高的话 自己确实买不起 于是呢 没过几天 他就把这茬给忘了 结果又过了几个月 话说有一天 这小赵收到一条 老板发来的微信 说他想要那高达模型 竟然有人出手 问他收不收 小赵他一愣 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 哦对 他说那是 我想收购那高达模型 一经询问 老板说了 说是他那个手办群里 有人要出这东西 老板得着信 立刻给耗下来了 现在就问小赵你要不要 小赵一听 价钱也不高 心里和气 难道说这东西有破损 或者是缺零不价了 仔细一打听 说是九成心 保存的非常完好 就这样基本买到就是赚到 小赵多了个心眼 问了一句 说你为啥卖呀 对方只说是急用钱 要不然拿舍的呀 那行 这理由是非常好 于是一买一卖 老板作为中间担保 钱跟东西都交到老板手里 然后东西归小赵 钱直接打到了卖家微信了 就这笔买卖就算成了 那咱得说老板挺仗义的 没要中间差价服务费 因为他拿小赵当朋友处 朋友收到好东西 自己也确实跟着高兴啊 要是为了赚钱 这东西他自己摁下多好啊 就这样 这小赵拿着模型那一刻 手心都开始冒汗了 打开包装一番检查 人家说的确实没错 九成心啊 完好无损 一看收藏这东西的人 就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老板也替他高兴 就当天晚上小赵 请老板搓了一顿火锅 等回到家 这小赵将模型拿出来 仔细把玩了一番 之后是小心翼翼的 搜紧了自己的展示棍 这包装盒也没舍得扔 结果刚要收起来的时候 哎 却发现这盒子里 还有一样东西呢 那之前没看见 这会儿收拾盒子 那东西啪哒一声 就掉在地上了 小赵捡起来一看 是个黑色的小布口的 巴掌大小 里边明显装着东西呢 这小赵纳闷 把里边东西掏出来一看 呦 也是个小模型 半根火腿肠大小 组装起来那种模型 看起来挺别致的 样子呢 是个长着骷髅头的机器人 一手端把机枪 造型是谁 小赵他不认识 我心想这是买一送一啊 钱这么大个便宜 不说还外大一个小的 行吧 留着吧 于是他也没放在心上 就把这个小的随便 放在电脑桌上 本来没留意 过了几天之后 一觉醒来 他却发现这东西不见了 因为他家养了一只猫 他就担心 有别是被猫给吞肚子里去了 他转念一想 这手指粗气的东西 这猫也不傻吞他干嘛呀 就回头一看 只看到那只小猫啊 就坐在自己展示棍前 是叮叮看着上面的 那此时小赵松了一口气 那至少猫看起来没啥事 应该不是他吃的 可顺着猫注射的方向看过去 小赵惊奇地发现 那个小模型啊 竟然在柜子里放着呢 这柜门关得好好的 虽然没锁 但这东西是怎么进去的呀 难不成 这东西还能自己动呢 想到这儿 他演绎意识到 就这两天 在家里上网玩电脑的时候 确实有这种感觉什么呢 就是这小模型啊 一会儿在桌子左边 一会儿又跑到桌子右边去了 起初还以为自己错觉呢 可这会儿都跑到展示棍里去了 小赵不免有点纳闷啊 他顺手把这东西 扔到抽屉里紧紧关上 心想你要是还能出来 那我家猫可算是有伴了 这是活物啊 而转天来 小赵打开抽屉 小模型老老实实地 在抽屉里躺着 半点奇怪的地方都没有 接连观察了好几天 没啥异常之处 而这事呢 就撂下了 结果后来有天周末 这小赵起得也晚 快到中午的时候 他才起床 就看到他家猫啊 叮叮看着展示棍 心里咯噔一下 那么成他又发现什么东西了 转眼看去 那个小模型 确实在展示棍里放着 可这次跟上次可不一样 这次更夸张了 咱说那展示棍里 还放着一个圣斗士雅典娜的手办 就是那种能换衣服的模型 那可是小赵的珍藏 对他来说 打小启蒙就是雅典娜 后来一个机缘巧合 让他买着了一款 能够换装的 如获至宝啊 不夸张的说 这就是他女朋友 虽然小点 但是此时 就见到那个骷髅机器人模型 手里的枪都扔在旁边啊 取而代之的 手里竟然捧着雅典娜那身白色的连衣裙 这小赵心中的女神 竟然惨遭如此虐待 一丝不挂的摆在原来的地方 这把他气的呀 等了片刻平静之后 不禁让他后爬 你说这东西斜了门了 还真能从抽屉里爬出来 又钻到展示棍里 把雅典娜衣服给扒了 可惜啊 为啥能动的不是雅典娜呢 而之后呢 小赵把那个骷髅机器人模型 带到公司去了 他不敢再放在家里了 就摆在办公桌上 当个小摆着 心想这东西丢了也不心疼 但在家里放着 确实有点不得劲 可是啊 虽然挪了地方 之后这东西依然是怪事不断 话说有几次中午吃完饭 小赵在办公桌前午睡呢 一觉醒来 竟然发现这小模型 在自己身上放着呢 大以为是同事 跟他开玩笑 恶作剧呢 结果后来发生这么一件事 好说那天下班 正准备回家呢 小赵就发现 哎 桌子上少点东西 简单一看 那模型不加了 一心想 肯定是哪个同事 拿去玩去了 要说自己也不是 特别喜欢这东西 之前还总是出现怪事 拿去就拿去 就当送人了 之后 他跟往常一样 是该回家回家 回到家 进了家门 换衣服的时候 只感觉一个小物件 啪了一下 掉地上了 低头一看 那个骷髅机器人 小模型 就在地上放着 原来刚才 一直夹在衣服里 这会儿才掉出来 看到这东西 小赵多少有点害怕 他是怎么进我衣服里的 而且看起来 这东西还非得跟回家里 才肯罢休 他把那东西捡起来 那这会儿发现了 那个小模型 那骷髅头不见了 此时啊 手里攥着个 就是没脑的 那个机器人模型 结果正在纳闷了 小赵突然感觉 心里一阵恶心 紧接着 为李生猛的一下 分江倒海 来不及多想 赶紧跑到卫生间 抱着马桶吐了起来 而奇怪的是 除了一些清水 被吐出来之外 并没有其他东西 当时小赵揉揉眼睛 缓了半天 看了看马桶里边 哎 这里边竟然飘着一个 小手指盖大小的东西呢 仔细一看 那不正是 那个模型的脑袋吗 是刚才被自己吐出来了 小赵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只好立刻按下了 马桶冲水一键 可是奇怪的是 不管怎么冲 那颗模型的小脑袋 就是冲不走 于是他扯了一截卫生纸 将那东西 跟模型其他部位 一起包了起来 又连着之前那款高达模型 都塞进了包装盒里了 之后是一路小跑 来到了那家东湾店了 刚一进门 这小赵气喘吁吁的 就问老板说 卖我这东西人呢 赶紧联系他 这老板看那架势 吓一跳感觉出事了 之后小赵跟老板是一五一十 把这事说一清楚 那起初老板不相信 可是看小赵那副表情 不像是开玩笑 于是赶紧拿出手机 就想联系那位群友 结果一番查找这才发现 那人竟然退群了 询问群主吧 想查一查退群的记录 结果得到消息 什么时候退了群 就是把模型 卖给小赵那一天退了群 那老板也感觉这事 应该是找了人家的道 回头试想 谁家便宜这么好战 那肯定是这东西有问题 才卖的这么便宜 于是老板又是查找微信 又是翻找当初 寄来模型的地址 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找到 而这人就跟消失了似的 俩人都傻眼了 没办法得处理这小模型 一狠心 小赵跟老板 把那小模型砸得是粉粉碎 结果定睛一瞧 那东西里边竟然藏着一柳头发 还有一些分辨不清是什么的东西 那看起来有点恶心 老板在上面撒了不少火机油 一把火烧已干净 本以为这事到这就算完了 可是小赵后来说了 他那个又拿回去的高达模型 又出问题了 简单说嘛 就是平白无故 会从模型里边钻出来很多小虫子 拆开看里边没啥问题 拼回去之后 依然从里边往外钻虫子 没过多久 他把那款高达模型也烧没了 结果这一发不可收拾 他那个展示棍里的手办模型 是一个接一个的长虫子 直到后来整间柜子都空了 就那些小赵真爱的模型手办 是烧的烧 扔的扔这事儿 才算消停 而老板把他的精力放到群里 想提醒别人 结果其中一位群友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情况怎么听起来 像是降头呢 那之前听说过的降头 都是下在人身上 而这下在玩偶模型身上的降头 那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呀 那再后来啊 这小赵跟我说了 说他跟那老板合计过这些事儿 说这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就看不到别人东西好的 也是大有人在 而这里边呢 不光是出于忌妒 也兴许是因为 这收藏品如果存实的量越少 那人家手里的珍藏 不就更值钱了吗 所以说呀 这事儿 那是遇上坏人了 但归根到底 也是自己贪心 给了人家可乘之机呀 那记住一句话 天上就没有掉下饼的事